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 我只畫出那個部分的圖 就是說答案在上面的圖 這個是溶解度 這是溫度 你看這個曲線 當你溫度越大的話 它的溶解度就越大 那現在他是說 現在有一個固體物質 溶在那個水裡面 溶在水裡面 那這個水溶液的重量百分率濃度 我們用這個符話 重量百分率濃度 是20% 那麼他問這個 這個溶解度 就是100克裡面有幾克的溶子 這個重量百分率濃度的話 是什麼呢 是那個 100克的溶液裡面 有20克的溶子 所以上面的話呢 是20克的溶子 底下的話是溶液 100克溶液 那溶液是包括什麼 包括溶劑加溶子 那有20克的 有20克的溶子 溶液 那剩下80克就溶液 所以 這個重量 那個 重量百分的溶度 20% 它的意思是 它的意思就是說 有20克的溶子 溶於80克的水 那我要把它換算成 那個 100克的溶子 可以溶解多少顆的溶子 那是怎麼辦 那我就把它乘以呢 100 等於乘以1 那乘以1 那乘以1的話 那這是100克的溶子 那這個的話 我就給它約掉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212 24的8 那100 這死乘死的100 100 除以4的話 剛好是25 也就是說 100克的溶劑 100克的水 可以溶解25 剛剛講錯了 100的話除以4的話 是25 就是25克的溶子 然後呢 是100克的水 可以溶解25克的溶子 可以溶解25克的溶子 就是說 80克的溶劑 溶解20克的溶子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 100克的水 溶解25克的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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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 所以應該選哪裡 選這裡 這裡 就是 溶解度 100克的水溶解25 這是20 30 那也就是說 80度的時候 80度的時候 它的溶解度 溶解度 剛好是100克的水 溶解25克的溶子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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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謝謝 謝謝 謝謝